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 那就是他整天拿着手机来聊天 然后其他女学员你知道吧 然后聊个不停就可开心了 那现在去健身房呢不都是俩女吗 难道有阿婆去啊 而且我家内学微信 他们都问我一些健身上的问题 我是教练我肯定有问必答 而且平常啊 我在那玩手机 他就趴在我旁边看着 看着就算了 然后有一星打电话过来 他要我开外放嘛 然后我妈打电话过来 他也不放过 那你给我看一下 那不就算了吧 对吧也没什么事情了 给你看了吗 不给 没给看啊 那每个人都有点隐私啊 这有什么呀 这不是隐私啊 你不是说女学员就是找你问问题的吗 对 那就给她看看呗 为什么不行呢 就是有一些 健身上她也不喜欢嘛 我觉得给她看她也看不懂 你要培养她喜欢嘛 你还别说我不喜欢 你知道有一次我去健房 她不让我去 然后我就看见她搂着一个女学员的腰 那时候那女学员不是做深蹲吗 新手做深蹲 膝盖有一个内扣 受伤啊 那我肯定要护着她 但你护着你有必要那么亲密吗 有说有笑的 做教练肯定要亲和力啊 没有亲和力怎么提升业绩额啊 行 你的亲和力 那你说你搂着腰 行 那也行 然后她也得陪其他女学员去吃饭 我同学朋友给我打电话说 哎 你那男朋友在哪个饭店跟哪个大美女吃饭呢 你让我怎么办呀 我有脸 这个你给我们解释解释 那时候也是个意外 意外 是被看见是个意外 还是吃饭是个意外 吃饭 吃饭是个意外 我那时候刚好陪她女学员上完课嘛 那她就说教练可以一起吃个饭吗 那我就答应了她呗 这怎么是意外呢 你可以拒绝她呀 那好不容易才做私教 那时候我之前我是做寻常的 那我转私教之后 我觉得如果拒绝人家也是挺不好的 对吧 所以她就是大好人呗 你除了陪女学员吃饭 还陪女学员干嘛呀 就有一次 我不是坐了那个健身肠带去 上班吗 然后那女学员看到 她觉得挺健康的 她就叫我带一份回去给她 然后我就回家煮了一些 水煮鸡胸肉啊 鸡蛋啊 还有西兰花 就你还给女学员做饭 是吧 对你看 除了陪女学员吃饭 对吧 那还得给别人做饭 你知道做啥吗 爱心素生餐 那本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健身餐啊 普通有做的必要 有那么用心吗 一小块一小块鸡肉切好 那西兰花也是 那鸡蛋吧 切半颗也放好 有必要那么用心吗 没有必要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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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